是用了这个三个function 所以三个function变成缺点是说 你变成要执行三次 那function的好处 我是觉得跟原来使用方式 没有太大的区别 缺点的话变成说 你如果要执行多懒 你就变成要多次 那这个变成要三个 可是呢我的想法是说 那不是说可以有一个方法 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直接帮我把长、宽、高 通通都把它完成了 然后呢顶多我在旁边 再加个清除按钮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呢 那一样嘛 我们可以虚拟一下 我们会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也许就是长宽高 一个按钮也许就是清除 那我讲过嘛 需要两个按钮 所以我会需要什么 两个sub 目前这个sub不存在 怎么办 以前就自己写 自己写 天哪 这怎么写 光想到就觉得太遥远了 但是因为有AI的关系 好 没关系啦 你就把问题叙述给他嘛 而且刚刚我们已经问过了 所以你直接接在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刚刚的那一段 上面的问题 直接贴上 那贴的话呢 其实我就把刚刚上面的问题 贴上来之后 改了几个地方 请帮我将以上长宽高分别 改写 刚刚是三个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改成一个就好了 我现在也很偷懒 你不要给我写三个 三个我干嘛 我要按三个按钮 浪费我的时间 按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一个喔 三个变一个 VBA的什么呢 本来是Function 改成SUB 然后它就知道 SUB是按钮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因为Function 不用跟它讲输出到哪里 为什么 因为你游标放的地方 就是你输出的位置 可是SUB没有 SUB是说 所以SUB跟Function 最大的不一样 还要跟它讲 要输出到哪里 不然的话 我发现 ChurchP会拆 有的会拆对 有的会拆错 像刚刚拆错了 为什么 它拆成A1到 应该是B1到B10 其实是到B2 所以它拆错了 OK 有的时候还拆到C 那这更不对 所以呢 我直接跟它讲说 帮我分别输出到 C2到C10 有没有 这个的话应该是哪个范围 这个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C8才对 D2到D 我看一下 我问题是问错了 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问题 我好像打错了 不过答案 会 答案 会写 所以 这个我是问错了 所以可以修正一下 我看一下 所以呢 如果要修正很简单 直接把这边 前面有一支笔 我前面讲过 把它按一下 把这边改成8就可以了 C到8 OK 它应该会马上修正 那也就是长 放在C 宽是D E是按传送就可以了 OK 传送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重新再帮你把 这个Sub 给执行出来 而且它还蛮贴心的 直接就跑 但是这边其实会有一个 可能会出现的Bug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OK 哇 真的有人在那边写程式给你 这以前是想都没办法想 但是它这边有一个是工作表 指定到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假设 我直接拿这个程式来用的话 复制一下 我把它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的话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直接乱乱看好了 你说老师我这样 我什么都不想要看 我只要看结果就可以了 那我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直接执行到这边 这边是空的 把它执行一下 你说呢 执行完之后呢 为什么没有东西出现 其实哦 最大的问题哦 是出现在哪里 各位有没有发现哦 这一行 工作表名称 因为它指到哪里呢 它指到的是 List World Book 指的是这个工作簿 指的是这个Excel 后面的话是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是去指 刮胡就是它的名称 所以双引号里面这个名称 就是它的名称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帮我执行到这个了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执行这一个 这个我把它删掉 这边执行应该是OK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说哦 是不对我要执行到这一个怎么办 跟各位讲哦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名称 有没有 换成这一个 所以 我习惯是点两下 把它这个名称 砍做C好了 直接怎么样 再把这个名称 贴到这边来 贴过来哦 那为什么要贴的 你说老师自己打不行吗 因为 如果你自己打 你可能会忽略这个什么 空白 它连空白没有都不行哦 名称要一模一样哦 那如果假设我 我只有改这个名称哦 其他都没改 看看能不能用 执行一下 诶 OK 所以其实哦 这边有一个Bug 就是 它已经指定到第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换成第三个的话 那你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Shit 记得哦 这个可能要 我觉得这基本的物件 恐怕还是要看懂 哪一个工作 那除了说你用名称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用只 老师 老师 改变名称很长 而且我说自己打 你看空白没打 就一定错哦 像我这边 读个假设 这个空白没有加哦 有没有 擦空白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一执行 它这边就出现错误了 这个地方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找不到这个名称 你说老师不是都一模一样吗 不一样嘛 就这个 擦个空白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 非常龟毛 城市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要完美无瑕 错一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记得哦 名称 我的习惯是复制贴啦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要用名称 你用数字 数字的话前后不要刷 你直接指定3就可以了 3的话指什么呢 就是第三个 所以哦 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然后把它怎么样 再执行 可不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有一个bug 就第几个 其他不用改 然后我看一下 再来的话 再加一个清除 所以最后我们好像 还是要一个清除 清除还记得吧 清除就是打一个sub 这个我是比较建议 你可以自己打清除 Enter一下 那范围的话呢 就是c2到18嘛 所以我偷懒一下 看一下看这边有没有range 可以复制的 如果没有range 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有没有range Range 这边有没有range 没有的话自己 可能不然就自己打 按个TAB键 打一个range 然后前双引号 就是它的开头 这个叫c2 到的话就冒号 然后18就是它结束的地方 然后后双引号 后刮弧 等于两个双引号 这个名称好像不ok 看要不要改成 这个叫什么 长框高 这个我想你可以自己再改这个 自己打上去 长 然后再来一个是清除 所以一样是两个按钮 清除 这个清除我就直接拿这个名称 好最后验证 按一下 有了 清除 所以啦 结论 这个最好 有没有 按一下 自动出现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我有修改了一下那个程式 那改的地方 主要关键在这里 这个我觉得很必要学 ok 因为很多时候C2B将来也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